哈喽们我是兔群啊 今天啊突然想吃麻辣香锅 咱也好久没吃了 于是我就用手机搜了一下 我的附近还挺多的 卖的好的啊 一个月有卖4000份的 卖的差的呢 一个月就卖4份啊 差距还是蛮大的 要么今天咱们就把这两种多点一份 看看到底差在哪里 好意 ok了兄弟们点回来了啊 这一家销量只有4的呢 确实有点贵 它一个套餐都要48 那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吧 先来看好的啊 月销量4000份 还是很正常的啊 是一个圆碗 麻辣香锅一般都是这个包装 我点了土豆片啊 什么方便面啊 扎量牛丸啊 棒之类的 不用红包大概30块钱啊 感觉也不是很便宜啊 感觉麻辣香锅都挺贵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月销4份的 它这个碗就比较随意啊 但是这个稍微贵一点啊 贵个5块钱吧 方便面点了方便面 它里面也是面比较多 它这个色方面 没有它这个那么色 其实看来说量应该是差不多多的 这一份呢感觉面很多 把方便拿掉的话能少一半 那我们就开吃吧 家人们 咱为了省钱啊 也没有点饭啊 怎么说也要1块钱2块钱 咱就自己家煮个饭啊 先来这个销量不高的 它这个面感觉味道有点淡啊 这么急吗 饿了 来评价一下花菜啊 花菜味很浓 但是咱们家比较淡是吧 看一看得出来啊 它在方便面上基本上没有变色 辣油啊啥的 都没有发 就是差的 嗯 从包装上看就已经很不专业了 麻辣香味必须要这种碗是吧 这种碗就有点辣 咱来试下这个好的啊 你看人家这个面 颜色就不一样 裹满了这个辣椒 嗯 哇这个就好香啊 它这个面 就感觉裹满了这个汤汁 接下来卖的不好的 就感觉没放盐 辣椒油是真没有 哦花菜我不吃给你吃了 怎么菜的你都不吃了现在 我怀疑啊 这个老哥今天也没什么呆 就感觉把这些原料 放里面炒一下就算了 吃一下它的培根 刚才没有我炒的好呢 不放盐呢 这不是火水片吗 嗯 这不是煮的汤啊 没有汤啊 有一点点 这这 他们家是煮满烫的是吧 这个好的就不一样 沾满的油水 看起来两家的肉培根是一样的 一样的呀 没什么区别 但是他们家就是不放盐 不放油 可能老板就没有钱买 买辣椒油 可能老板就是想打造这个 健康麻辣香锅之后 无油无盐的麻辣香锅 但是你无油无盐 我也没必要吃麻辣香锅的 麻辣香锅主要吃的就是下饭嘛 对吧 还点上里脊肉 肉还不错 就是没有什么油 就感觉在麻辣里面捞出来的 看人家这个肥牛 哎呀 红红红红啊 其实食材真的没什么差距啊 就是这个调味料放的多余少 这家是真的辣 最简单的衣服到底做不好吗 就是要拌一下 大概不在上面 是吗 不可能吧 不还这样吗 你没有啊 我可不可以 摘一下下面的东西 没有啊 所以说4比4千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吃这个一口菜 我就还没得多爬两口饭 我吃这个呢 我就没有爬饭的欲望了 巨蛋 就感觉空口吃的麻辣烫一样 我发现这一碗你已经很久没有吃了 我还好奇他们家评论是怎么说的 是吧 我还看着 不只是我 他们好多人都说这个油水很少 22够很老弟 不好吃量还少 确实 基本上就是说分量少 味道一般 我都敢直接把这个倒到我碗里面 一点油都没有 真的 如果说正常的这种麻辣香味 汤料到里面 其实你的饭味很咸的 这个就不怕 OK 兄弟们 原本我以为差距嘛 肯定有 但不算太大 但试过了才知道 其实差距蛮大的 4比4千不是没有原因的 需要伙伴们有试过那种 月销就 就只有个位数的这个外卖吗 有没有什么奇妙的体验呢 给大家评论群下面打出来 好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小伙伴们喜欢 和帮忙 点赞 我是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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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